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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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ee is to believe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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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往上升了 會一面上升一面前轉 你覺得你自己夠勇敢的你就舉手 夠勇敢的喔 不能反悔喔 好了手放下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odan 今天要帶大家到淡水福隆大飯店住一晚 GO 福隆大飯店就在前面了 現在準備去停車吧 如果離開車過來的話 要先按鈕去掉 然後再去貴台車給你找 這邊是拉比 一樓大廳這裡有幾個時段會有現場演唱 很漂亮 台北三點有戰略阿雄經列明 早點明日時間快點跟踩工 我們一起走一步吧 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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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給你開門 我們要進去了 哇 快點 快點 有喜歡嗎 喜歡 不錯唷 我們今天住的房型是 海景和室雙人房 裡面有一個金 size的大床 和室裡面也幫我們鋪了兩個 小朋友的小床 房間和浴室之間 是隔著玻璃 有窗透感 但是也可以把上面的窗簾 拉下來 保有隱私空間 我們現在去看看陽台 Viu有多棒 這個陽台的門有點份量 來攝影師看一下看一下 to see is to believe 現在是下午大約三點 餘料比較多一點 明天上午再拍一下這邊的景色給大家看 畫面中前面是觀音山 淡水河出海口 漁人碼頭 謝謝淡水浮龍大飯店 邀請我今天來這裡住一晚 這裡是玄關 帶你們來看一看浴室裡面 這是人造石台面 還有一個大浴缸 另外旁邊這邊是淋浴空間 我們今天住的是10樓 我來看一下水量夠不夠大 試了一下水量 這邊的水雖然不像噴泉一樣噴出來 但是水量算是很充足舒服了 在淋浴空間的旁邊 這一個是廁所 這邊使用免治馬桶 我們來看一下飯店準備了什麼樣的備品 哇!你看這邊還有額頭牙刷耶 它是額頭牙刷 來,你打開看看 真的耶 第一次住飯店 有這麼貼心 還會幫小朋友準備額頭牙刷耶 太棒了 冰箱裡面有 複士罐飲料 剛剛有打電話去路過了 這是免費正中的 這邊還有 這是什麼 好像是膠囊咖啡機啦 我對香巴老 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機器 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這是我的第一次 為什麼我講這種話 我覺得感覺特別危險 哈哈哈哈 成功了 成功囉 第一次的感覺真好 對嗎? 也要給你來杯咖啡 哇!不錯唷 它這裡提供的拖鞋是海灘拖 這邊是兩雙大人、兩雙小孩子的 這邊有附USB插座 還蠻方便的 河室裡面還有附迎賓水果 這一對母女正悠閒在這邊吃著下午茶 山東店長愛吃水果 飯店的特別好吃 現在要去參加直播新生態導覽 提醒一下 這邊有些設施是要配合專案、套票 或者是要另外付費 可以參考官網 我會把官網的連結 放在我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你們參考 這邊旁邊就是沙輪海車禮艙 在萬高樓遺址的觀景台上面 可以看到新型的食物 現在要下去抓螃蟹 待會要抓螃蟹比賽 鞋子皮有沒有鞋子 有啊 現在有個爸爸抓了皮 我這隻好像大隻 我真的嚇到 這樣抓起來 OK嗎 抓到了 我們剛才已經抓到 鞋子皮裡面的第一隻了 很棒喔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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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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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搭乘情人潭 現在往上升了,會一面上升一面旋轉 因為天氣的寬機,今天沒有看到夕陽 前面是正在修建的淡江大橋 會跨越淡水到對岸的巴黎 這是淡水和出海口 前面是台北港 請人碼頭,請人喬 你覺得說你美嗎? 美 我媽的 1 2 3 1 2 3 我們現在要去搭乘,然後吃晚餐 這是我們今天點的餐點,就澎湃耶 小朋友已經忍不住先吃起來了 今天比較可惜的是,Menu上面有許多打星號的餐點 比如蜜汁叉燒酥,香滑橘蛋塔 這些也是沒有在餐車上面的 但是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也是我們平常不會去點的餐點 建議下車來的時候可以點來吃看看 我們現在吃完晚餐喔 待會要去壁樓大廳參加在禮拜六八點會舉辦的歡樂派對 妹妹,妳知道待會我們要幹嘛嗎? 去看魔術 那有沒有期待? 有 今天又居然看過一次 好,那我們一個熱烈的掌聲,歡迎魔術吃登場 看得清楚 來囉 1 2 3 好,這邊那個帶走 專心的想,來手中間把它拿出來 接下來呢 我想要找一個小朋友上來跟我互動 如果呢 你覺得你自己夠勇敢的你就舉手 舉手 夠勇敢的喔 不能反悔喔 不能反悔喔 好了,手放下 剛剛看完魔術表演以後 我們待會要參加禮拜五到禮拜天晚上九點到十二點 也會心之夜 在一樓的拉批吧 有樂團現場演唱 因為來住宿的飯店 白天都是大人在陪小孩子玩 耳心之夜 剛好讓大人在晚上給我專屬的一個放鬆時間 現在大約將近晚上十點 我們準備要回房間 我們來看一看現在從陽台看出去的夜景 前面是魚人碼頭 觀音山 觀音山 大早 現在是清晨的四點五十四分 今天的日出時間大約是清晨的五點零十分 從來沒有這麼早來淡水利丹碼頭過 不過日出的位置背著這個陽台 所以也看不到日出 但是人長在那邊看一看 這邊清晨的景象 現在大約上午的五點零七分 You see, baby It's the best thing for us both I'll be happy out there, baby Fish below and stars above And you'll be happier without me 现在大约上午5点20分 我们还是下来逛一逛渔人码头 淡水渔人码头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淡水河出海口右岸 就名淡水第二渔港 完成渔民国76年 近年在行政院农委会一月署 以新北市政府的联合推动下 将渔港功能多元化 让渔人码头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兼具游戏功能的港区公园 渔人码头唯一浮动码头 有别与传统结构的固定码头 可随海水涨退潮而上下浮动 可同时容纳150艘渔船停泊 相当壮观 沿帆波体架高铺设的原木栈道 长约320公尺 是眺望海景雨落日的绝佳场地 白色风帆造型的人形跨海大桥 是渔人码头的招牌地标 全长165公尺 横跨港区 沿街木栓道与观光雨室 每到黄昏时分 在渔人码头情人桥上 总会吸引大批游客住主 也是全台最美戏照观赏地之一 入夜后 桥身会变换五彩灯光 呈现另外一种情调 这里也有新北市唯一 经政府许可的民营游艇 整船游蓝色码头 更是人生一大享受 来到渔人码头 这里有着台湾属于属二的夕阳美景 每逢傍晚时分 便可以看到大批的人潮 在此等候捕捉夕阳沉入海洋的美丽景色 在临近的福隆大饭店 还有首度引进台湾的旋转式观景塔 情人塔 不但拥有百米高的绝佳视野 还能带你360度欣赏渔人码头 无敌海景 乘坐时间约9分钟 能将淡水的风之错约尽收眼底 刚刚逛完渔人码头 现在大约6点半 我们再回去饭店 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去吃早餐 这是田园咖啡厅 这边有挂包、包子、红豆包 饮丝卷 薯饼 烧饼 蜜糖、南瓜 沙拉区 脆片、鲜奶、综合起司盘 黑豆、冷肉厂沙拉 法国吐司、盒巴蛋、水煮蛋 前面是热食区 比如有炭烤秋刀鱼、枸杞、葵白萝卜 这是青州小菜区 面包区 水果区 肉燥饭跟豆浆 香香 我觉得这边的早餐还蛮丰盛的 其实我最爱的还是这边的法国吐司跟挂包 为什么呢? 因为挂包由我小时候和小时候的回忆 当初我大概5点起床 然后骑着脚踏车到附近的早餐店帮家人买早餐 这个挂包就让我想起小时候 想起我的家 这个法国吐司就想起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有时候放学的时候就会把法国吐司回来吃 放学的时候就会把法国吐司回来吃 姐姐,你觉得这边的早餐如何? 我觉得法国吐司很好吃 但是幼儿子很酸 我们现在要去一楼热火运动中心 参加紫飞机挑战 志祺只有自己的紫飞机 然后比赛谁射的比较远 待会儿会有奖品 有有有 哪里? 好,我们就在那里 耶,立名了 耶 这是健身房 我们现在要来游泳池 河童只水深50公分 沉沉只水深120公分 这边是SPA区 我们现在来热火运动中心运动一下 我们现在来热火运动中心运动一下 我们现在要去儿童赛车馆 我们下来要去儿童赛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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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殭屍射擊的 前面上前面那一台是 我們最受小朋友歡迎的 那個是賽車 它也是闖關型的 這個摩托車 這個的話就是要靠雙腳去擺動它的車子 然後它也是闖關型的 我兩個女兒現在做的是模擬雲霞飛車 這兩位似乎有點暫定 現在要玩的這個是光劍 很開心喔 我們接下來要去虛擬彩繪魔法水族巷 在圖畫紙上面著色以後的動物 待會可以投影在布幕上面 這是妹妹畫的黃色小烏龜 那你很難的 妹妹你去看 看你的烏龜是哪一隻 這個 欸逃不掉了 那裡 這隻是妹妹的 然後呢 按鈕啊 按鈕吧 按哪個鈕 對 有嗎 是不是要放水 應該要放水 應該要放水 兩天一夜的耍飛行程 到這裡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待會也要準備要回家了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九點到處走 下次再見喔 掰掰